吃火锅当然要配顶级的和牛 今天这间店他们是专门卖和牛当料理的 但是火锅的汤底可是用台湾特有的茶叶去熬煮而成 再搭配上你看它的外观像是日式的建筑 它里面还搭配着日本职人的料理精神 走进这间店里非常浓郁的那个日本的味道 日本的装潢风格就蛮吸引我的 但是最吸引我的是什么 一进来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冷藏柜在正中间 里面有满满的和牛 看到就很开心 当然我们今天主食就是要来吃和牛 所以我特别点了一个循季节套餐 这循在日文的意思就是当季的最新鲜的 那这个循季节套餐也会因为每一季 他们菜单有做变更 那一样都会有前菜 像是我这道干贝污泥加海苔 怎么办 前菜就这么开心 待会和牛会不会兴奋到讲不出话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 透过这个筛网把柴鱼的香气跟玉露茶的那个香气 全部都煮在汤里面 用刚刚我喝茶的茶杯来品汤 对 非常有层次 因为一般人会想象中你汤里面如果加了茶的话 你会很担心那个茶的色味对不对 这碗汤里面完全柴鱼的香气在里面 玉露茶是尾韵喔 但是没有茶叶的那个色味在里面 是非常顺口 而且是那种 我觉得就是日本的那种优雅清淡 慢慢走那个慢不掉的汤口 对就有点品茶的概念 对 第一幕长的和牛 会加上一点得到的柚子 去增加一个香气 而且柚子还是线磨喔 线磨洒在这上面 有点像是那个黑金的感觉 我知道喔 还拿牛肉汤通泡 所以等一下先帮我吃牛 超美的油花 它的口感真的非常多的层次 一入口你会先闻到那个得到的柚香气 然后呢 再来呢 那个和牛的柚油香气慢慢地跑出来 最后最后 玉露茶的那个茶香会放在尾韵 把那个和牛的香气再往上顶一些 很棒耶 刚刚第一个呢 就是非常简单 你可以把它当品茶再喝 但是因为这边呢 多了那个牛油油脂的香气 所以它喝起来就是我们平常在喝 那个汤的口感有更浓郁 更浓厚的那个汤的味道 好舒服喔 没有想过吃火锅可以这么优雅 因为我们一般想象中的火锅 就是看到菜丢 看到肉丢 可是你会发现来这边用餐啊 每一个细节就是日本职人的精神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小巧思统统都要非常的精准 那第二道我们会吃这个蒸和牛 用蒸的方式 我有听错吗 用蒸的 对 因为这个入口就极化 大概是二十几度它就化开了 是 所以我们主要只是让它热 天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 也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用蒸的和牛 用烫的啊 它一下子纖維就全部都破坏掉了 用蒸的只是让它热 光是看它这样油油亮亮的那个油花 就已经非常让人流口水了 来 喝开了 和牛真的要用蒸的 为什么呢 因为平常我们在吃和牛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蒜的方式嘛 可是在蒜的过程当中 你会把和牛那最香最香的油脂香气 给融到汤里面 可是当你用蒸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咬下去 那个和牛的油脂的香气 全部在你嘴巴里面炸开来 搭配的那个日本的葱 它是完全不会把和牛的那个味道给抢走的 煮蔬菜之前 会在我刚刚的茶跟柴鱼的高汤里面 再加入鸡高汤 所以等于我就已经换了第二种口味的汤底 店长就说其实菜不用煮太熟 因为它本身就是 特别选用无毒水庚的小浓器做蔬菜 往后一点 往后一点 我们的和牛已经吃到第三吃了 这个是用陶板来炙烧的和牛 没有看到它那个表层这样子 酥酥 焦焦的 脆脆的 然后重点是还要不会过熟 所以中间呢 还是大概有三到五分熟的中间 就是该有的嫩度还是有的 你加了什么 酥喜 然后第四吃是酥喜 和牛煎过的那个锅底 对 所以它里面光用响的 你看里面已经有洋葱了 还有一些炒过这个蔬菜 然后有和牛的香气在这里面 再加入酥喜烧酱 所以它会有一点焦香味 对 然后会有一个牛棒香 从一开始的茶汤 到后面的中间的鸡汤 到寿喜烧 光是火锅 我在同一间店 我就已经三吃了 对 然后和牛的部分 从刚刚两种的吃法 包括我现在这个 用煎过的吃法 然后你现在用寿喜烧的吃法 已经是四吃了 四吃 你看我光是这样子夹 它那个汁这样子往下滴 看起来就流口水 它的寿喜烧这个汤底 真的超厉害 一般你吃到的寿喜烧的汤底 有很多是那种死咸死咸 是没有层次的 可是它这个寿喜烧的汤底 因为它加了那个牛棒 比一般的寿喜烧的味道 还要再更浓烈一些些 但是重点是它完全不会死咸 不会因为寿喜烧的咸度 把那个和牛的香度给抢过去 完全不会 还是吃得到和牛该有的嫩度 跟口感 跟那个油脂的香气 然后再加上牛棒丝跟寿喜烧 淡淡的去做提味 整个和牛吃起来 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吃完寿喜烧之后 店家会很用心 把我们刚刚煮蔬菜 那个牛肉的汤 把它放回来 让我们慢慢的享用 那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必点的 就是这间店才有的 和牛乳肉饭 想不到这么顶级的和牛 它竟然可以做成乳肉饭 你知道吗 光是这个蛋 它不是单纯的鸡蛋 它可是鸭蛋 而这鸭蛋呢 是特别用和牛的牛油 去炸出来的 这么奢侈的乳肉饭 超级香 和牛最香最香的油脂部分 它完全被鸭蛋给吸附着 这碗呢 很建议大家 来这边吃火锅的同时 一定要单点它 那今天老板真的也超薄心的 老板说呢 只要你是看吃货公月的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来预约说 我是看吃货公月来的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碗 和牛乳肉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